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一 這個財色兼修的時間 我是帶領歐市環球的Janny Tom 星期四打完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星期五六日在家休息 我因為真的在家休息 因為那幾天天氣不太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都想了很久 每次都要找些最貼題 我覺得有一宗新聞 怎樣說呢 我覺得是比較震撼 看看大家有沒有想到什麼辦法 財色兼修又賺到錢 當然是最開心 其實就是關於這個領養的問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是被領養的 我自己親身就是 這是一個經驗 都想跟大家親身的體驗 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真的有朋友 是被領養的 他不是親生的 本身是中國人 就是在中國出生 然後有些美國的有心人 善心人 收養了他 之後就真人真事 是由這個棄嬰 因為別人不要 不要說棄嬰 他不是丟到街上 就是孤兒 因為擺在孤兒院 在美國的地方 父母在美國 在洛杉磯 我想都經過一段時間申請 去了中國 好像是北京還是哪裏 總之是北方那裏 領養了一個女嬰 我想十個九個半都是女女 去了美國 他真的由一個孤兒搖身一變 成為一個千金小姐 因為父母很有錢 住在比華麗山 他的故事挺有趣 我當然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關我們什麼事 如何賺到錢 大家懂一下腦筋 因為這個被外國人領養 中國的孤兒 其實已經練習了三十年 最近早兩天突然停了 不再被外國人領養 我想可能有些例子 例如你本身是 你的父母 本身在香港或中國移民 各種原因 你想去收養一個中國的嬰兒 可能還有機會 但你無緣無故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 基本上他突然間關門 至於你在申請中的途中 究竟他批還是不批呢 因為你未申請的就不用想了 簡直是不行的 因為已經關閉了 這對門已經 但你申請中的 等著批的 他又會不會批呢 這就沒有明確的答覆 你說關我們什麼事 稍後大家一起去談一下 我覺得挺有趣 看到我的朋友進來了 大貓B Hello KK好 KK Chan Hello Jimmy Yves Joy益大粉紅 Hello Mr W Hello 烏拉 我發現大家原來 我是鐵粉 每次都看到你們真的很開心 那天 有一個 其中一個 我的鐵粉 發了一個信息 他說如果我參加中年好聲音 他就幫我推爆他 因為要網上投票 多謝你支持 我們公司同事發了訊息給我看 我也看不到 Hello 烏拉 我發現大家原來 就算你們不是我在做節目 那天 原來可能有時都想起我 真是多謝你們 記住所有公司網站 今天沒有 這個背景沒有 不過記住 就是我們iceglobal.com 有時看看我們最新的更新 或者就算你去我的 音樂網站 當然你都會看到我自己 其他方面的發展 也很多謝大家 這麼支持 我們的觀看 以及我iceglobal 和我視環球那邊的 粉絲量 以及看的數目 亦都是 Slowly and surely 雖然不是很快 我都希望是爆升 Overnight有五千 Overnight一萬 就不是的 這個是慢慢慢慢地上 不過通常這些東西 一步一步地上 就比較穩陣 很多事情 你很快地跳上去 很容易地跌下來 都是有賴大家 那麼多朋友的支持 講回這個孤兒的事情 怎麼搞呢 以前 其實過往的三十年 中國輸出的 給外國人領養的BB 已經有十幾萬 好像十六萬 已經有 其中裡面有三十至五十百分 因為不同的 因為我看過很多網上的資料 數字有少許出入 你當三至五成 你當中間四成的 其實都是美國人收養 都是去了美國的 而我自己說回 就是我那個朋友 都是美國人 剛才說了在洛杉磯 其實我身邊都有一些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因為可能以前那一代 還有很多是 怎麼說 重男輕女 現在都可能有的 但因為中國已經開了 兩孩的政策 甚至乎三孩 現在她不夠小孩子 肯定 以前那個一孩政策 在當時需要的時候 當然是不讓你 就算你有了BB 好像都是要你 但是現在就不夠人了 那個年紀老化的問題 非常之嚴重 當然不只是中國 日本、台灣、韓國 這些地方 越來越有錢 或者簡單地說 通常一個地方越有錢 和女性讀書越多的話 其實就越遲婚 越遲婚 甚至乎就算結婚 都是不生小朋友 現在當然是中國追上來 越來越有錢 女人讀書越來越多 越來越遲婚 兼及不生 所以其實根本不會太多孤兒 再況且 大哥 我們全球GDP排第二 我們有錢人來 中國的14億人 為何會被外國人收養 不承認 我覺得沒有面子 或者其他很多原因加在一起 他就突然停了 所以其實你就會想想 其實還有 同時間這幾天 他也是把結婚的門檻 以前就是 他有個年齡限制 好像我記得是男 22歲的女兒 20歲以上 才可以結婚 現在就是 還有他有個戶口保 很多都沒有 要問回家人老 因為戶口保是父母保保的 通常 現在可能落到18歲 就已經可以了 再加上 生嬰兒 他都給你生兩個 我覺得遲些 你生三個 十個 他都給的了 所以其實 這個社會的轉變 結構 就令到很多人 其實是覺得太大壓力 根本 你無論給他多少獎勵 給他多少天假期 現在就 譬如你在澳洲 法國 比利是 這些地方 你肯結婚生子 你生一個嬰兒 有些給一個月 有些兩個月 有些三個月 有些爸爸加上媽媽 其實真的很多地方 不是每個都有聘請工人 你生孩子 不只是媽媽辛苦 爸爸 很多時候你沒有工人的話 老公、爸爸、先生都要照顧 所以他兩邊都給嫁 通常是父母 都給加起來 三十合 或者加起來 六十合 九十合 可以是你生之前 或者之後 但這些 我覺得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社會 究竟是否穩定 或者人們覺得 經濟是否穩定 是否安全 你都不想生孩子出來 打仗 你就暈倒 而且現在這麼捲 捲得這麼厲害 尤其是中國的失業率 他沒有公佈出來 對上一次說完之後 就現在是說到 維持是否二十、二十一 但我想實質的 你看到街上 真是說 只拿一個PhD 都是送Pizza 或者不是Pizza 送美團 那些大堆人 大堆人在 所以 這個問題 我覺得 無論你把結婚的門檻放下 或者離婚 那樣東西 聽說現在就把結婚 離婚難 制度會改為 或者是 又不讓人領養嬰兒 總之你生她出來 就要放在中國 你不要 總之有人養 不知道她是哪個部門接受 假設你 生了一個女兒出來 你已經生了兩個 或者生了三個 又怕沒有戶口 他們什麼都要有戶口 要登記 各樣東西才有福利 所以就算你扔在街上也好 你都不可以拿去孤兒院 拿去孤兒院 又沒有一些 給華裏山的富豪來收養 真的變成 他們可能會 我覺得 很直接的想法 因為其實香港 就是近近地 最叫做 我們暫時都一個很有錢的城市 雖然現在有財赤 連續幾年都是這樣 不知道會赤到什麼時候 會不會還捱得到幾年 不知道 但是近近地 就算你說對比深圳 還有很多人 希望有香港這種 一國兩制的生活 所以其實 會不會是 多了年輕人 或者想著結婚的人 就順便移民來香港呢 然後想著生嬰兒 或者想著生嬰兒 又未結婚的 就說不如來香港 移民來香港 然後結婚生嬰兒 因為他們會覺得 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雖然當然 香港人覺得 如果香港人覺得 還是很自由的 就不會走那麼多 當然 可能不斷移民 都走了十個百分之 這些數 其實政府沒有更新的實數 所以我就算是 研究過 看過 很多不同的人說 數目都不同 不過你在街上看到 就算是中午在中環吃飯 都不會排隊 你也若莫猜到 晚上九點幾十點 那條街都沒有人 我們也在說 可能10% 可能走70萬人 就不出奇了 但奇就奇在 你說不是 多了很多 什麼高才 優才那些 完全沒有在那條街上 反映到出來 就是說多了30萬人 你想想那些 所謂是非洲 或者所謂是 法魯阿圖 法魯阿圖 那些人 其實全部都是中國 因為他們要通過 另一個國家的身份 不可以直接是中國公民 就申請香港的投資移民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打證明號 其實會不會有很多人 想在香港結婚生孩子 然後如果他有錢 就直接干脆搞個 三千萬的投資移民 那就搬來才搞這件事 我覺得大有人在 如果你說 這跟那個孤兒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覺得 也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 就是可能 你拿了三千萬出來 就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 當然 有錢那些是 如果沒有錢那些 他會不會想辦法來呢 或者是 如果你是收養那個人 你就會收養不到在大陸的人 那會不會其實 通過香港一些公司 或者是一些服務 你可以設計到 聯繫到 因為始終你在 這個 中國的網絡世界 Facebook 所有外國人用的東西 Facebook IG YouTube Google 全部都封閉了 你說可以翻牆 但是 其實他們有一個叫做 勸告 即是 如果你是用VPN 被警察發現 他們是會有警察上門 就是跟你聊天 就問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為什麼要翻牆 這個叫做 他們叫做 思想教育 把你的思想 正確翻牆 因為你已經是錯了 無端端為什麼要翻牆 翻牆就是錯了 他要幫你更正 更正就是要你 找一個警察 在你家裡跟你去 講道理 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要不要翻牆 所以可能 那些人就會想 如果是這樣 既然你在香港 有這麼多這些 還是能夠 因為叫做 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暫時都在新加坡後面 都不是去到最後 未至於為止 那麼差 所以如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不會覺得 可以做好一些生意 或者想一下 有些商機 去接合到 可能外國以前 有很多排隊 本來正在申請 中國的孤兒 現在都停了 他未必是說 因為他沒有說明 一刀切 就算你未批出來排隊 我們一刀切 就是不會考慮的了 你當你的申請失敗了 他又未說 但是有很大機會 你會真的懷孫 就算你正在申請 等了十年 未批就當沒有了 那這班人 其實還是想要的 那怎樣呢 這些父母 除了叫他們養寵物之外 其實很多 我知道在美國 其實不是說自己 沒有小孩 生不到BB 沒有小孩 那些才在外國領養 有些是愛心爆棚的 他可能領養一些是有問題的 我也看過那部電影 Nicole Kidman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很好看 他說他是收養了一個 但不是殘疾 而是性格上有問題的 好像那些 粗狂症那些 都不是小孩 收養過小孩的時候 十幾歲 Anyway 其實有很多這些 應用 如果你說他三十多年 有十幾萬的申請 那三十年 十幾萬 你當是十五萬 一年有兩萬 兩萬的申請 你說有多少人在排隊呢 可能有十年 有二十萬人在排隊 也不行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計劃 不知道他有多少人在排隊 還未批出來 你別這麼誇張 二十萬 就是上年 上年那兩萬 還未批出來 或者加上前年的四萬 還未批出來 這些父母 真的很想要寶寶 或者愛心爆棚 唯一一個最快的出路 就是立即轉移到東南亞 說真的 就算再之前 不要說東南亞 其實韓國也輸出了很多這些孤兒 我自己也是有朋友 都是這樣的情況 他的樣子 像你看看韓劇典型的男主角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是韓國人的樣子 是男主角的樣子 你不會搞錯 一定是韓國人 那樣子 但是一句韓文都不懂 一開口是非常流利的英文 和荷蘭文 因為在歐洲、荷蘭、法國、比利時這些國家 其實也有 除了中國之外 也有和韓國收留一些孤兒的政策 都是過往這二十多三十年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想想三十年前 就是剛剛戰後那段時間 或者不要那麼誇張 不是馬上 其實也在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四、九年之後 也在說七十年前 其實 不過呢 Adoption這件事 其實就是 在一些社會越資源豐富 那些人越有錢 但是越少人生的 或者小孩子的地方 可能就會將 他自己 如果想做這件事 在美國 或者歐洲 這些有錢的國家 其實難些發生 不是那麼多人會不要 把孤兒丟掉 所以可能在東南亞、中國、韓國 尤其是比較沒有錢的國家去找 申請的程序就是 其實有一些中介機構 當然他們是賺錢的 你說怎麼搞的 你不是這個 完全是一些 很不人道的東西 還好像賣了寶寶給別人 首先不要說他是不是人道 我們不要討論這件事 因為做這個中介的角色 那間公司都有成本 是不是 你外國一定是有一間接頭的公司 或者他直接對賣客 那些客人在歐美 想要領養嬰兒 那他就去找這些公司 那這些中介的公司 有啊 我在這個 可能南京、北京 還是哪裡 這些孤兒院 我們就一直有接客 我們需要 你證明些什麼 因為他要確定 那個是好人家 譬如你一個收入 可能兩夫妻 一個月要有十幾萬港幣 他才會 approve給你 真的你自己找兩餐都找不到的 浪費器 怎麼會批給你 還有通常有年齡限制 還有很多很多 我看過的要求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批 還有很多時候 不是說等一兩天就能批給你 這些其實都是很應該的 怎樣說 他給一個寶寶一個重生的機會 真的不是開玩笑 本來是孤兒 可能真的好像我的朋友 他去了比華麗山 真的做了一個很有錢的千金小姐 那是命運 可能你本身是 如果你家人不要你 其實就是可能 通常是一些鄉下 耕田 農夫的最低收入 社會最低層的人 不只是中國 印度 或者當時韓國 現在就算是東南亞 也有 通常是社會最低層的人 真的養不起孩子 他正在想錢的問題 不是說只養男輕女 就是養男輕女 沒有辦法 因為你只可以要一個 他放在孤兒院 其實通常 父母天下父母心 不會說 那麼辛苦生了出來 不要了 因為是女兒 我猜不至於是這樣 一孩政策之下 當然很多人是這樣 但之外 其實有時候真的 因為他經濟問題 他覺得 我自己都慢慢緊 甚至乎沒有飯 不如找一個放在孤兒院 所以現在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但我覺得 既然香港這裡暫時 好像我們特首 我們香港大聯絡人 超級聯絡人 超級的Agent 我今天剛剛有幸 看到我們的偉大的特首 他真的 正在說這句話 就是介紹我們 發揮香港人這個偉大的中介 Agent 和偉大的超級聯絡人 所以如果你看到 這麼多人在排隊 突然間這個政策停了 不要多 兩萬、四萬、五萬 好未? 這麼多的家庭等著 去找人幫忙 因為他們一定是排了很久 又排不到 突然間沒有了 心也很傷 對吧 如果你發出這樣的服務 你現在設立一個這樣的網站 有什麼成本呢? 你設立一個網站 當然不是叫你 首先不要叫你去騙人 你真的有這個資源 你會配對到 譬如中國以外的地方 東南亞 或者配對到在韓國 我不知道韓國現在 有什麼情況 但是東南亞 我知道有很多 印度 這樣才算 你真的有這個服務 就像人們找男朋友、女朋友 不是每個人都會用Apps找的 我相信你孤兒更加不會在手機找 我相信 不是至於這麼前衛 孤兒遠不會把這些資料放上網 當然 那你男女朋友那些 都有很多中介做的 是不是? 都有些是世界 香港以外 中國以外 的人去找的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用同一個概念 發揮我們這個超級聯絡人 超級經紀人 或者中介人的身份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資源 那你做這個網站出來 現在有一群客人 等了不知幾多年 突然間關門 然後又未說 究竟他們的案件 會繼續審批 可以還是不行 還是全部當不行 就算你本來已經拿到100分 99分 一定可以的 只是未配合一個人給你 或者在等待面試 都沒有了 沒有人知道 所以其實我今天都想了很久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另一樣就是剛才說 那個結構性的問題 他就會將這個 其實更加鼓勵多些年青人 早點結婚 早點生孩子 其實社會是需要人力 現在社會不是需要更多PhD 更多人去讀書 更多人去拿PhD 拿博士學位回來 他更加需要的 我講回這14億人 中國這個情況 他更加需要的是人口 人力 有人就有消費力 你都沒有人何來有消費 所以其實你又可以想一下 做一些中介的服務 如果有很多香港的人 你又是想著 在香港找不到 或者在香港外面的人 也是找不到 裡面有這麼大的市場 政府又全力地配合 鼓勵他們快點結婚 鼓勵他們快點生孩子 其實是否有一個很龐大的市場 在這裡等你去開發呢 說話當然很容易 誰人都認識 你誰不知道 整個網站 你那個Wix.com 自己讀書 可能幾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讀書 但問題是沒有 你是否有資源 另外是否有客人 這些當然要多些時間去開託 但我看到突然間 有這幾天都在說 社會的人口結構性的問題 我覺得 真的可以花一點時間去想想 好了 今天的朋友 先進來和我打招呼 Man Hello Jimmy Yip 現在世代不再要多子女 其實是不夠人 是需要的 不過那些人 越來越少人想結婚生孩子 想結婚的人少了 想結婚生孩子的人更加少 這個重擔越來越少人擔 你越來越少人擔 但人又越來越年紀 人的壽命是越來越長 以前你說的 18世紀的時候 譬如你說貝多芬 1770年 18世紀的時候的人 蕭邦這些 都是18、19世紀的人 他們只是說40歲 平均壽命 就算不是很多年輕人 但老人家40多歲都死了 你不會有很大的負擔 現在香港平均壽命 大佬85歲 你年輕人不多 我當你65歲退休 還有20年誰照顧他 他們不做事 你現在的東西這麼貴 如果是靠政府的退休金 我不知道夠不夠 或者NPF那裡賺到錢 或者他自己有投資有積蓄 如果不是的 那你是不是要政府 可能要把老人的退休金 老人的福利提高 不是你怎麼照顧到這麼多人 政府的錢何來呢 是不是有稅收 但稅收要照顧很多東西 是不是 你的錢怎麼分配 當然首先要拿了 多少百個億出來 首先要國安 國安之後還有很多事情 都要花錢 那究竟排到什麼時候 你這樣等法 你不如真的想想 不如我自己去賺多些錢 是不是 因為事實上 它不只是越來越 少子化 而是人的壽命又越來越長 所以那裡是兩邊 就拉重了年輕人的負擔 我覺得 說到這個剛好就五點鐘了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星期四移民幫助你 又有重磅嘉賓 請來沙拉 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們這個身心靈導師 今次來就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關於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叫做神秘學 神秘學究竟有多麼神秘呢 還有為什麼會在我的節目出現呢 關於移民幫助你什麼事呢 到時告訴你關於哪一個國家 大家留意了 星期四 星期四 我們在四點半跟大家再談一下 記得這個神秘學 星期四 四點半跟大家再談 謝謝 拜拜